HELLO 各位好 歡迎來到我們少女前線的遊戲心得分享 那今天就繼續介紹上一次沒有介紹完的這個後勤任務的分享 那現在看到的是 上次應該是介紹到第三戰役 那我們這次從第四戰役開始介紹 那第四戰役的話總共有17 18 19 20 四種任務 那你可以看到我現在已經正在執行戴號17的任務 那戴號17的任務的話它是增加彈藥跟口糧 並且你還可以拿到一個裝備製造契約 那這個也算是蠻有用的東西 就是做裝備的道具嘛 那它一個任務我記得只要一個小時 它完成的時間只要一個小時而已 所以這個任務是相對比較划算的 而且它賺的彈藥跟口糧 都是可以讓你在手動過關卡的時候是很好的一個 就是資源的獲取來源 那你再看到那戴號18的話主要是賺取這個 零件 那它是可以得到 就是有機率會得到這個快速製造契約 那它只要花到兩個小時 那這個也是蠻不錯的選擇 所以17 18其實都還算是非常不錯的這個任務 那第19的話就是 這個竊取地圖你可以看到它賺的是人力跟彈藥 那這個部分的話你是可以有機會拿到人形製造契約 或者是快速修復契約這個部分 那它需要的時間是6個小時 那這個就比較適合是你在睡前的時候 就是去執行的任務 那戴號20的話其實我自己個人是比較不推薦的 它需要花到你8個小時 雖然它每個資源都有增加 但是增加的幅度 我覺得個人覺得不算很高 而且它是可以有機會獲取這個快速製造契約 那因為快速製造契約其實沒有沒有非常缺 所以戴號20我個人是不太會去做這個任務 那這個是第四戰役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第五戰役 那第五戰役的話就是 21222324這四個任務 那比較常做的話就是 戴號21的任務 口糧跟零件是100跟45 那這花掉30分鐘 所以如果你缺口糧的話 是可以考慮一下 戴號21這任務 那你不要每30分鐘回來 執行一次的話 其實它效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你看到這個現場救援 那現場救援的話主要是賺取彈藥跟口糧 然後並且可以獲得一個快速修復契約 就是有機率會得到 那花了兩個半小時 那如果你不常手動的話 就是你不缺彈藥跟口糧的話 這個任務的話 我是建議就是也是可以比較少做啦 我是不太缺彈藥的 因為自己手動時間沒有那麼多 OK那我們來看下一個 那戴號23的話是 人力彈藥口糧增加800 400 400 400 然後可以得到一個裝備製造契約 那這個我覺得蠻划算的 所以這個任務也蠻常做的 那它花掉4個小時其實也不算非常長 那如果就是時間上比較 就是沒有辦法一直及時的打開這個遊戲的話 那你是可以做這個任務 4個小時按一次 然後回饋報酬都還不錯 那最後一個就是24號任務 那這個是可以很容易賺取很多大量零件的一個任務 這個任務的話也是睡前任務的 就是你睡覺之前解 早上起來就解好 然後還有機會拿到人型製造契約非常不錯 OK那我們再來看第六戰役 第六戰役的話25262728 OK 那從左邊開始介紹 25號戰役我現在正在執行 它也是花了兩個小時 那你可以看到它不能拿到任何道具 不過這不重要 你可以看到它兩個小時可以得到人力彈藥跟零件 並且人力彈藥是各有300的收入 而且零件還有100 所以這25號的這個任務CP報酬值也是蠻高的 那26號的話呢 它可以很快的賺取口糧 口糧其實還蠻缺的 所以這個任務也是非常不錯 它只要3個小時 你可以賺到550的口糧 而且有少量的彈藥跟這個零件 並且下面也可以得到快速製造跟快速修復 也是非常不錯 也是可以建議解 那這個戴號27的話就是屬於 已經快接近稅前任務了 那它就是屬於賺取這個裝備製造契約 那你看它零件消耗是500 口糧是200 其實也還不差啦 對就是這個任務 我有時候也是會解它的 因為它可以賺零件 零件其實也是 你如果常常在製造的話 它也是消耗的蠻快 那你可以看到 那最後一個就是戴號28 那戴號28的話花掉12個小時 然後前三項 就是前三項支援各加800 然後有機會獲得採購幣 我覺得這個非常不划算 因為採購幣的話 你要很多才可以抽一次 而且你抽一次還不見得會抽到好東西 所以採購幣你一次如果只拿到一個的話 花掉12個小時是不是值得 我覺得不是那麼值得 所以我不太去解這個28的任務 那因為自己只有解到這個第六戰役的部分 所以第七戰役的這個後勤 我就沒辦法介紹了 所以先暫時到這邊 那剩最後一個 我們來講第0號戰役 那第0號戰役的開啟條件的話 你是必須要過這個 戰役4-4的緊急難度 你要把它全部通關 4-4的緊急難度通關之後 你就會開啟這個第0號戰役的後勤任務 那第0號戰役的後勤任務 其實也是還蠻不錯的幾個 我來介紹一下 那1-2-3-4這個 從左邊開始的代號1任務的話 它是等於是剛剛 我們在第4戰役看到這個 視野資源的不同版本 你可以看到它可以獲得145的彈藥跟口量 然後下面是快照跟快修 OK 那它只要花掉你50分鐘 所以基本上還算是蠻OK的一個任務 如果你缺快照跟快修的話 那再來看到代號2這個T隊極限的話 它是人力跟零件都可以賺到 那一樣可以有繼續獲得人力製造資源 而且它只要花掉3個小時 也是非常高報酬的一個任務選擇 並且它花掉的時間也不算長 就是3個小時我覺得是不長不短 OK 那右邊這兩個我就真的又很少解了 除非你是真的覺得自己 會有一整天時間沒辦法玩遊戲 不然的話3號跟4號這個任務 我是個人不太解它的 因為它花掉太久的時間 它會卡掉 卡掉你兩個T隊在這邊解這些任務 那其實並不是那麼划算 而且這24小時要解一整天 你才有機率拿到採購幣 那這邊我是不確定 因為我每次拿採購幣都只有拿到一個 我不確定能不能拿到一個以上 如果一次有辦法拿到10個20個 所以說不定這個任務會是比較划算的 不過通常這樣 目前我都只有拿過一個 所以看起來 帶到4這個任務我是絕對不可能去解它 然後帶到3的話也是不太去 因為它送裝備製造快修的話 也是沒有那麼缺的東西 OK 那今天這一集 我們就大概就介紹到這邊 那今天就介紹第4第5第6戰役 跟第0號戰役的方法 就是一些後勤的介紹 那第0戰役的解鎖方法也告訴了各位 就是4-4難度的 緊急難度把它通關之後 你就會解鎖這個第0號戰役的後勤任務 OK 那順便在這一集補一下 這個一個小知識 你看我現在人生其實有130 那我建議你們如果資源賺得很多 又沒什麼時間花的話 也懶得研究要抽什麼人型的話 那你們可以用一個 大家最大眾常用的這個 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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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個430的30這個 這個配方 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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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230 這個配方是 基本上目前製造到現在 它就是所有的槍枝都有機會 做出來 那它也會拿到五星 所以這個我覺得還算不錯的選擇 就是你用這種通用的 配方的話 你是有機會造出幾乎所有的槍枝 雖然 你等於說 你指定想要造的話 就是 可能很難抽到你想要的那一把 不過 如果你真的沒有特定目標要做的話 你用這個配方的話 我是蠻推薦的 OK 好 那今天這一集的內容 就大致介紹到這邊 那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 或是想要看的內容 你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給我 那今天這一集有告一段落 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讚 然後就追蹤我的頻道 那這集就在這邊告一個段落 感謝各位收看 掰掰 拜拜